这是我近几年来听到过的最恐怖最真实的都市传说 我给你们讲 我刚开始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 到现在我都不太敢回想 等等 我今天讲了之后晚上还睡得着吗 睡得着 半星吧 等下 独居的朋友 我劝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关掉这个视频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十万个聊什么 我是小仙 一个分不清卷翘舌音的新人up主 时间回到2017年8月 推特用户亚当爱丽丝声称 自己最近被几个连续的怪梦困扰 说是在他住的公寓中有一个死去的孩子的灵魂 并且这个灵魂想要杀掉他 第一个梦里 他看到一个头部畸形的男孩 坐在他的卧室墙角的绿椅子上盯着他看 但是他因为当时被鬼压传而无法动弹 过了一会儿 男孩开始向他爬了过来 就在快要贴近他的时候 亚当挣扎着醒了 第二个梦发生在几天以后 在一间图书馆里 一个女孩静止向亚当走过去 并且问道 你已经见过亲爱的大卫了对吗 亲爱的大卫已经死了 因此他只能在夜里出现 但是如果你叫他亲爱的大卫 他便会回答你两个问题 不过你永远不能问第三个问题 如果你这样的话大卫会杀了你 过了几天之后呢 亚当果然又梦见了那个男孩 他还是坐在那张绿椅子上盯着自己 亚当开始试探性的提问 亲爱的大卫 你是怎么死的 我死于商店的一场意外 亚当又问 亲爱的大卫 商店里都发现了些什么 一个货架被人推倒了 他砸在了我的头上 亚当接着问 亲爱的大卫 是谁推倒了货架 这一次大卫没有回答 亚当猛然间想起第二个梦当中 那个女孩的警告 从梦中进行了过来 之后他画了一幅概念图 来描述他看到的大卫 他说这个小孩有一个巨大的畸形头 头的一侧已经凹下去了 就像他大卫回答他的 他是被货架砸死的 后来他查了他所在城市近几年的新闻 看看有没有一个被货架砸死的小孩 但是并没有查到 说到这里啊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亚当居住的房屋 这是一栋两层楼的房子 他当时呢租住在一楼 想着这些天的遭遇 可能会觉得一楼是不是闹鬼 所以说这时候刚好二楼的住户搬走了 他就给房东申请搬到了二楼 搬到二楼之后呢 相安无事了一个多月 就在他快要忘记亲爱的大卫的时候 奇怪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了 亚当养了两只猫 这两只喵心人呢连续几个晚上都聚集在亚当房间大门口 盯着房门的下面的缝隙看着什么 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 但是当亚当打开门 集外面的灯之后 就是他走廊里的灯之后 但是什么都没有看见 这时候回头再看看他的猫 他发现他的猫的尾巴都炸毛了 就说明他猫好像看见了什么东西 但是他看不见 一直到2017年的8月9号 连续六个晚上 亚当的猫一到午夜就聚集在门口盯着门看 这次他没有马上打开门 而是用他的手机对着猫眼拍照 这一拍把他吓了一跳 而且他似乎真的看到门外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于是他立马打开门 但依然什么都没有 亚当把拍到的三张照片发到了网上 他说啊 这个照片当中他觉得有东西 在那个栏杆和货架的交汇处 或者说是躲在楼梯上 他不确定这拍到的这一团东西是污渍还是什么东西 但他觉得好像是真的有什么在呢 后来啊 亚当在网友粉丝的建议下买了一台拍力德 因为他听说相机可以拍到人看不到的东西 结果呢 还真的拍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2017年8月14日 亚当在试用拍力德是发现 但凡他在卧室外拍的照片都是正常的 也就是大卫出现的那个屋子外拍的照片都是正常的 但是一旦他站在卧室里拍其他的地方 比如说门外的走廊啊 就会在发现照片当中拍到的卧室外的部分一片漆黑 后来他想着是不是相机只是黑色的 就拆了新的底片 但发现原片是白色的 或者是不是自己的不小心用手指挡住了镜头 才拍出来是黑色 所以他用手指挡住镜头又拍了一张 但是和他拍到的那张照片 黑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然后他又在粉丝的建议下呢 同时用手机和相机拍走廊得到的一样的结果 此时啊 有一些较真的网友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打假之心了 指责亚当你这个故事编的太过了 于是亚当拍摄了一段未剪辑过的视频 来证明照相机事件的真实性 现在我将拍摄了一张照片 的屁股 就让你 什么是这样的 置 there and as you can see the first one has already developed let's see what this one d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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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条真实性自证的视频之后 一些网友将这些相片进行放大曝光调色之后 似乎发现了隐藏在照片中的大卫 因为大卫的骚扰亚当的睡眠一直有问题 所以很多网友会推荐他去下载一款睡眠记录的APP 只要打开这款APP有声音的话 这个APP就会把声音给记录下来 他当天晚上就试用了 第二天他起床之后 发现他的手机真的记录下来的一些东西 一共有33条 大多数比较模糊 但是除了有一些过往汽车的声音 包括自己打呼噜的声音等等 但是有三段录音是比较异常的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第一段可以听出有咔哒的一声 像是有什么东西拍打了一下 第二段是类似于电子设备发出的噪音 如果说他的手机在录制的时候一直会有 噪音电子噪音这个问题 那不会只出现在一段对吧 第三段是在一声拍打之后 好像是发出了类似于嗯的声音 这个亚当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声音 在做梦之类的 但是在这个晚上他PO出来之后 他又录制了几个晚上 发现这些奇怪的声音 基本都发生在凌晨的两点到三点之间 并且都会有一种奇怪的电流声 持续大约五分钟 非常有规律 后来各种网友建议他购买什么盐啊 树微草啊 驱魔石啊 通灵板啊 然而都没有什么作用 从此事情开始向更加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从8月22号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能直接影响到他自己现实生活的奇怪的小事情 说明这个事情的影响大卫啊 从他的梦里走向了现实世界 8月22号 当晚亚当睡得很早 一睡着又梦见了大卫 这次大卫拉着他的胳膊穿过了一个废弃的旧仓户 左胳膊 但是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完全没有反抗 也不知道大卫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力气 然后就被吓醒了 然后他早上起来洗澡的时候呢 就注意到自己的左臂真的出现了一些轻微的瘀痕 他自己只能安慰自己啊 可能是睡觉前弄伤的 不是大卫拉的 后来亚当觉得每次大卫都会从那把绿色的摇摇椅上出现 决定把那个椅子放到客厅 我天哪 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直接烧了这把影子 还敢把它放在家里吗 真的 我觉得他太作死了 8月26号啊 亚当说他的猫聚集在门口的时间越来越早了 之前是12点多 才会对着门又挠又叫 但是现在的话 基本上每天晚上10点钟都对着大门大概叫15分钟 然后10点半呢 亚当就会收到一个未知号码的来电 这是他的截图 这个路数啊 跟午夜兄弟们差不多 其中有一次他接了 电话里面传出电流的声音 足足一分钟 电流声 一分钟之后呢 电流声突然断了 对面好像有非常微弱的呼吸声 他正准备挂蛋的时候 突然听见对面说了一句 Hello 亚当十分害怕 因为这个Hello 是一种没有任何感情和语气的陈述句 亚当立即挂断了电话 拉上自己家所有的窗帘 锁好门窗 然后把家里的灯都打开了 对吧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人碰到恐惧的事情的时候 一个正常的反应 对正常的反应 没有任何人会在那个恐惧片里面 把灯全关上 对关上 我们分开行动吧 然后他就在家一直看电视到天亮 因为根本睡不着 即使发现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 我就很奇怪 亚当就没想着搬家吗 如果是我 可能早就搬走了 不过可以考虑白天回来收一下门票 一百美元一个人 然后后来 因为压力太大 亚当去了一趟日本旅行 看能不能甩掉大卫 在旅行期间呢 亚当一直睡得很舒服 然后也没有梦到大卫 出门前 亚当买了一台宠物监视器 就为了他们家的两只小猫 只要家里有物体移动 这个APP呢 就会发来信息 主人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的监控 在他出发之后 刚刚安装好的那个晚上 他便收到了信息 就是提示家里有东西在动 他以为是猫 但查看录像后发现不是 他看到了他家里的那个绿色的椅子 就是从卧室搬到客厅的那把椅子 在无故的晃动 椅子晃了一会之后呢 买来的那个避邪龟壳 墙上那个避邪龟壳也突然掉到地上 当时因为他出门了 窗户都是关闭的 不会存在有风的情况下 所以说可能只有震动 或者是超自然力量 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最后他在 他在他的日本之行的最后 去了一趟闸晃的中央公园 他看到了一个跟大卫非常神似的雕像 也PO在了推特上 就是这一张照片 种种事件呢 让亚当陷入了对人生的怀疑当中 我觉得到这里亚当的世界观 应该快崩塌了吧 我觉得他应该搬家才对 对 旅游不能解决问题 对 旅行归来之后啊 亚当果断的把这个绿色的椅子搬到了走廊 我看到这里我就心想 我终于搬出去了 不是搬椅子啊 像搬街啊 对 后来的日子里啊 就是发生了一些小的事情 就是但是也没有产生很大的恐惧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恶梦 然后电灯的莫名的平闪 楼顶的奇怪的动静 因为它是顶楼嘛 它楼上是没有人的 但顶楼会有一些动静 但是碰到这些事情呢 亚当还是比较稳的 就稍微有点惊慌 但是后来发生了几件事情 让他又不淡定了 2017年10月15号的早上 亚当经过门口的时候 两只猫又在那里从门缝往外看 亚当好像听到门外有什么轻微的刮擦声 就是有人用指甲去刮他的门的声音 他不敢用眼睛看 就用手机对着猫眼拍照 就是这张照片 就他也没有说明看到了什么 只是po出来了 我感觉好像猫眼外面有什么东西糊住了 或者是门外没有灯 才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10月27号晚上 亚当爆出了一组照片 说自己在晚上准备去厨房去取啤酒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了猫咪一直盯着窗外看 然后他抓起手机拍摄了两组照片 其中一组在照片调高亮度之后 出现了一个人影 亚当吓得赶紧关上了窗户 还喝了几罐啤酒压压惊 但是 但是燃病乱 九状怂人呆 但是燃病乱 该害怕还是害怕 好在当天没有发生点别的什么事情 然后呢 2017年11月6日 亚当再次梦见了大卫 这次大卫就很恐怖了 他像往常一样 在卧室死死的盯着亚当 后来从椅子上下来 这个椅子是卧室里面另外一个躺椅 然后下来之后 一步步的朝他逼近 而亚当自己呢 根本动弹不得 也是一个鬼压床的状态 在梦里面他也想 就算我死在大卫手上 我也要在手机留点证据 于是他就在梦里面 就挣扎着去抓他的手机 开始在黑暗中狂按快门 大卫一步一步的向他逼近 直到他跟他脸贴脸 嘴里面还栏栏自语 就这么近的状态 嘴里面栏栏自语 并且开始翻白眼 一直翻到眼眶里面 只剩眼白 就在亚当以为 自己要挂了的时候 大卫消失了 亚当醒过来了 这和四个月前 发生了一模一样 只不过这次 大卫离自己非常非常近 他安慰自己 可能只是个噩梦而已 但是就在他打开 他的手机相册的时候 惊呆了 他在梦中按下的快门 竟然是真的 他的手机相册里面 存满了昨晚的照片 是的 没错 就是在梦里的手机 但现实当中的手机 也确实多出来几张照片 亚当此时清楚的 知道自己不能怂 世界观受到如此冲击的 他决定找出真相 开始行动 2017年11月18号 鉴于近期平常楼顶的奇怪 响动愈演愈烈 亚当总觉得 这个跟大卫之间可能有关系 于是他仔细研究了楼顶的结构 他住的是顶楼 但是顶楼之上 其实还有一个夹层的空间 然后他在29号去买了一根长杆 打算往夹层的入口里面捅一捅 因为他没有梯子上不去 只能用长杆去捅 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 他就发现楼梯上落着很多灰土 很明显是从上面掉下来的 这说明上面确实有东西在动 才会掉下来灰尘 亚当二话不说 就掏出了他新买的长杆往上捅 吃瓜群众直呼 这完全就是恐怖电影里的作死行为 而结果确实如此 越来越像作死的电影 然后捅了半天 就掉下来一只小皮鞋 哎呦我天呐 还真是小孩的皮鞋 然后当时也是晚上 亚当就比较害怕 他就叫来了房东 房东就拿着梯子爬进了房顶 然后搜出了一个小玻璃球 除此之外呢 啥都没有 但是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啊 接下来两个星期 大卫都没有再出现 但是即使如此 亚当还是觉得自己一直睡得不好 就晚上睡得不安稳 他觉得肯定还有事儿 于是他装了一款自动拍照的软件 在睡觉的时候把手机对准床铺 每60秒拍一张照片 他倒是要看看自己睡觉的时候 这个屋子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前几天拍下的照片还都很正常 然而在12月13号这天晚上 他拍到了这样几张照片 甚至啊 这个大卫在他家逛的时候 还看到了他拍照的这个手机 甚至凑到了手机的面前 这里这张最后这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头发 和那个畸形的耳朵 到这里啊 大多数吃瓜网友也觉得 这个比恐怖电影主角还能作死的 亚当爱丽丝应该是凉透了 但是亚当爱丽丝又实际行动证明自己还坚挺 还活着 2018年1月17号早上 亚当爱丽丝上传了一张 与朋友一起吃早餐的照片 但转过来的1月18号 他发现自己收到非常多的粉丝私信 粉丝们非常好奇 问他昨天传的第二张照片是什么意思 但是亚当爱丽丝表示 自己昨天只传了一张和朋友吃饭的照片 并没有传过第二张照片 网友也吓坏了 他们表示非常担心亚当是不是已经被大卫控制了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 然后亚当也回复网友说 自己这段时间确实精神比较恍惚 然后跟朋友聊天也心不在焉 常常忘记对方刚才说了什么 在此之后啊 亚当在推特上沉寂了一段时间 大约一个月之后 也就是2018年2月下旬左右 亚当再次报了平安 非常简短的一个推特 Everything is ok 而接下来的几个月 他的推特也恢复了以往的状态 就发了一些和灵异事件无关的漫画自拍和早餐 就这个事情就突然戛然而止 至此这一灵异事件告一段落 我们很多国内的粉丝啊 把它戏称为 我家闹鬼 但我就是不搬家的故事